今天我们来聊聊量血压时的一个常见迷思 侧血压时究竟应该量左手还是右手 你可能从没想过 这简单的选择背后竟暗藏健康学问 许多人天天量血压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量的手也许一直都错了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 如果连量血压的方法都出错 我们又该拿什么来守护自己的健康呢 别急 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 看似简单 却隐藏奥秘的话题 看看你是否也曾测错了血压 首先 我们需要了解血压为什么这么重要 根据2019年的卫生统计 约每五个死亡案例中 就有一例与高血压相关 高血压往往没有明显症状 但长期血压过高 会大大增加中风 心脏病等致命疾病的风险 一般成人的理想血压 是在收缩压120 舒张压80毫米拱柱以下 如果静息状态下反复测得收缩压高于140 或舒张压高于90毫米拱柱 那就属于高血压 需要格外注意 定期量血压 掌握自己的血压变化 是预防疾病的第一步 然而如果量血压的方法不正确 就算天天量 得到的数据也可能误导你 比如血压计上的数字看似正常 但其实因为测量姿势或手臂选择错误 你可能低估了真正的血压水平 既然如此 我们该如何确保量的准确呢 在所有量血压的方法细节中 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 到底该量左手还是右手 也许你习惯哪只手方便就量哪只 从没深究过这个问题 然而民间一直流传着两种说法 有人深信一定要量左手 因为心脏偏在左侧 左臂离心脏近 侧得的数值才准确 也有人坚持应该量右手 因为发现右手的血压往往比较高 量右手比较保险 不会漏掉高血压的风险 甚至连一些医护人员之间 也曾出现左手派与右手派的争论 左派说左边近心脏 所以数据更真实 右派说右边数值高一点才算保险 那么我们究竟该听谁的呢 答案或许出乎你的意料 正确的做法是两只手都要量 医生建议在第一次测量血压时 左右手臂都测一次 看看哪一边的血压比较高 一般来说 如果两边读数相差不大 我们就以数值较高的那一侧为准 日后固定使用那只手来量血压 这样做可以确保 不会因选错手臂而低估血压 例如 如果你左手测得收缩压约135 舒张压85左右 而右手是收缩压150 舒张压95 那就以右手为准 因为右手略高 代表你的血压实际上接近高值 需要多留意 反之亦然 如果左手比右手高 就以左手为准 很多人可能一直都指量一边 从没比较过两手的差异 这样就可能埋下隐患 假如你习惯指量左手 而左手的毒树刚好在临界值附近 却不知道右手其实高处许多 你可能误以为血压还好 其实另一只手早已在向你示警 现实生活中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 王伯伯平时只在加量左手血压 毒数大多在收缩压约135 舒张压85左右 他以为顶多是有点偏高 结果一次体检时 护士改在他右手测量 竟读出了收缩压150 舒张压95的高血压值 远超标准 医生进一步检查 发现王伯伯的右上臂血压 长期比左上臂高许多 怀疑是左锁骨下动脉狭窄 造成左臂血压偏低 难怪他一直忽略了自己的高血压 索性这个差异在体检中被发现 王伯伯才能及时开始治疗 避免继续蒙在鼓里 那左右手血压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难道血液流到两边 手臂还会改变压力吗 其实真的可能有差别 我们的心脏位于胸腔中央略偏左 从心脏发出的主动脉 很快分出几条大血管 其中一条叫做头臂动脉杆 供应右侧的手臂和头颈 另一条则是直接供应 左手的左锁骨下动脉 由于头臂动脉杆这条 分支管径较粗 血流阻力相对小 右臂的血压 常常会比左臂稍微高一点点 这就好比一条大河 分成两条支流 右边的河道宽 流水顺畅 水压略高 左边的河道稍窄 流到下游时水压就稍降 因此 多数人右手侧出的血压 会比左手高出约5到10毫米拱住 这属于正常现象 医学调查也发现 约两成的健康人 双臂收缩压差超过10毫米拱住 不过别忘了 每个人体质不同 也有不少人恰恰相反 左臂血压反而比右臂高 所以 我们才更需要两边兜量 才能真正了解自己血压 在哪一侧比较高 知道了这个道理后 你可能恍然大悟 原来长久以来 许多人 包括你我 都忽略了第一次量血压时 应该两手都测的重要性 那么 如果真的测出两边血压不一样 又该如何解读呢 一般来说 如果差距只有几毫米拱住 其实不用担心 属于正常范围 但如果一个人的左右手血压差距 经常超过10毫米拱住 就值得特别关注 而当差距高达20毫米拱住以上 就可能是在释放一个重要的健康警讯 你的某侧手臂血管 很可能存在狭窄或阻塞 为什么手臂血压差太多 会和血管问题有关呢 道理很简单 假如某一侧的上肢动脉 发生了狭窄硬化 血液通过狭窄处时 压力会下降 导致该侧侧到的血压偏低 另一侧没有阻塞的手臂 则会显示出正常 甚至偏高的值 于是两边就拉开了差距 许多研究证实了这种现象的意义 有国际医学期刊发表的研究指出 当双臂收缩压差超过10毫米拱住时 发生锁骨下动脉狭窄的几率 会大幅提高 如果差距超过15毫米拱住 周边血管疾病 例如四肢动脉硬化的风险 也增加约两倍 日后中风或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 也较高 简单来说 双手血压差太大 往往意味着血管出了问题 是身体给我们的早期警告 如果你发现自己左右手血压相差很大 一定要及早就医 让医生找出原因 或许就能趁问题恶化前介入治疗 所以 量血压绝不只是随便套上血压剂 按一按这么简单 正确量血压的第一步 就是确认自己该量哪一只手 也就是量手督量 选择读数较高的内侧手臂作为今后监测的标准 做好了这一步 你就已经迈出了正确量血压的重要一步 但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容易被忽视的小细节 可能让你的血压读数不够准确 我们不妨继续来检视 如何把这些细节也做好 先说测量的时机和频率 你知道一天当中 核实量血压最准吗 有些人一感到头晕不适 就赶紧拿出血压剂量 有些人在剧烈运动后 或大吃一顿后立刻测 还有人洗完热水澡 泡完温泉马上凉 其实这些时机都不理想 因为血压受滋事 活动和情绪影响很大 刚喝完浓茶 咖啡或含酒精的饮料 或是抽完烟后 血压也会短暂升高 运动 沐浴和饱餐后 我们的血压往往暂时升高 如果在这些时刻立即测量 数值常常偏高 可能把正常的波动误以为是异常 正确的做法是 选择安静稳定的时间量血压 每次测量前 先静坐休息5到10分钟 让心跳和情绪都平稳下来 再开始测量 最好在环境舒适 精神放松的状态下量 这样得出的数据比较可靠 那一天之中 什么时间测比较好呢 一般建议 每天早晨起床后 和晚上睡觉前各测一次 清晨刚起床时 我们经过一整夜的休息 血压相对接近一天中的最低点 而晚上睡前 经历了一天的活动与压力 血压可能来到较高水平 特别是清晨刚起床后的一段时间 一些高血压患者 会出现血压明显攀升的 尘风现象 这也是中风 心脏病较常见于清晨的原因之一 因此记录早晨的血压对医师评估病情尤为关键 透过比较早晚的血压 可以了解你的血压日间波动情况 如果无法做到早晚各测 也请尽量固定在每天同样的时间量 才能准确观察长期趋势 量血压不是质量一次就算了 如果医生怀疑你有高血压或血压控制不稳 往往会请你连续几天多次测量 很多专家推荐所谓722量测原则 也就是连续7天 每天早晚各两次 每次量两遍 这种方式能取得足够而稳定的数据 排除偶然干扰 例如 有人第一次测试 因紧张或姿势未调整而偏高 隔一分钟重测一次 通常会较接近真实值 连续量7天 则可以看到整体走势 不会被某一次的异常值误导 有了这样的记录 回诊时医生就能根据这些数据 更准确地评估你的血压状况 另外也不宜过度频繁测量血压 有的人因为担心血压 一天量十几次 甚至一小时量好几回 结果反而让自己焦虑不安 更可能导致血压波动 按照固定的频率测量就可以了 过犹不及 同样会影响血压的稳定 接下来测量时的正确姿势也很关键 姿势不对 量出来的血压可能失真 想象一下有些人量血压时心不在焉 一边和家人聊天 一边按下血压剂开关 也有人图方便 干脆站着量 甚至躺在沙发上量 还有人太过紧张 测量时全身僵硬 拳头紧握 生怕测出高血压 这些做法都可能让读术不准确 正确的测量姿势应该是 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 让背部有依靠并自然挺直 双脚平放地面 不要翘二郎腿你可能没想到 翘腿也会影响血压 因为双腿交叉会压迫血管 使血压独树偏高 测量时要保持安静 不要说话 连大笑 咳嗽都尽量避免 否则血压值可能瞬间升高 还有一点别忽略 量血压前先解个手 也就是 先去上厕所 憋着尿量血压会使测得的数值虚高 因为膀胱胀满会刺激神经 使血压上升 如果你曾经在内急时测血压 那毒数很可能比实际值高 此外 手臂的位置要摆对 量血压时 手臂应与心脏在同一水平 最简单的方法是 将上臂平放在桌面 肘部下方 垫个小枕头或毛巾 让手臂放松 且上臂处于与心脏等高的位置 如果手臂垂得太低 测得的血压会较实际偏高 反之手臂举太高 毒数则可能偏低 不少人量血压时太紧张 会不自觉把手举得老高 甚至抬过头顶 这绝对是错误示范 记住 心脏 上臂和血压剂的表面 在一条水平线上时 测得的数值才是最准的 通常建议以坐姿测量血压 平躺或站立 测量虽然也可以 但由于姿势改变会影响血液分布 读数可能略有不同 一般来说 同一个人平躺时测得的血压 常常比坐姿高一些 而站立测量的血压 又会比坐姿低 因此除非医生特别要求你 测量站姿或握姿的血压 通常是因为怀疑你有 姿势性低血压等特殊情况 否则在家中只要采取坐姿即可 而且每次都用相同的姿势 方便长期比较 然后是血压剂的选择和使用 回顾历史 在一百多年前 测血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最早的血压测量 需要在动物实验中 将玻璃管直接插入动脉 才能观察血液压力的高低 对人类当然不可能这样做 直到1896年 意大利医生李瓦罗基 发明了充气锈带结合水银柱的血压剂 人们才第一次能飞侵入地测量血压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量血压都需要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 用听诊器配合水银柱血压剂才能完成 如今随着电子血压剂的普及 几乎每个家庭都能方便地自行量测 这才让大规模的高血压筛减 与长期管理成为可能 现代人大多使用电子式上臂血压剂来量血压 这是相对精准又方便的工具 市面上也有手腕式甚至手指式血压剂 但由于测量部位较细 离心脏较远 对姿势高度非常敏感 一般人比较容易测不准确 因此还是建议以上臂式血压剂为主 在购买血压剂时 务必挑选有医疗器材许可证的合格产品 并按照说明定期校正 确保血压剂本身的准确性 使用血压剂时 充气绣带的绑法也有讲究 绣带应缠在上臂适当位置 大约肘窝上二到三公分处 并确保橡胶气管朝下 对准手掌方向 因为宫动脉正行经于此 测量时 最好直接将绣带绑在皮肤上 不要隔着厚厚的衣服 若穿着长袖衣物 应把手臂从袖子中抽出 再凉 避免衣物影响 绣带的松紧度 则已能放进一到两指为宜 太松会导致充气时压力不足 毒树偏低 太紧则可能压迫手臂 造成毒树不准或不舒服 锈带的尺寸也要符合你的手臂为 一个标准中号的锈带 大约适用上臂为22到32公分的人 如果你的手臂特别粗壮 可能需要换用大号锈带 不然量出来的血压 可能比实际值高 相反地 手臂很瘦的话 则应使用小号锈带 才能得到正确毒树 值得一提的是 不要为了追求漂亮的血压数字 而故意将锈带绑得过松 这样做只是自欺欺人 正确的松紧度 才能测出真实可靠的血压值 测量时也别太紧张 很多人一量血压就盯着数字看 心跳加速 反而让血压偏高 正确的态度 是自然呼吸 放松心情 把量血压 当成每日平常的小测试 当血压剂开始毒直时 不要讲话或移动身体 安静等待结果即可 每次测完 建议把血压数据记录下来 标注日期 时间和所测的手臂 如果嫌手险麻烦 现在许多电子血压剂 都有记忆功能 或者可以将读数 传到手机城市记录 长期累积下来的资料 可以帮助你和你的医生 了解血压走势 说到这里 也有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我在医院量血压时 数值总是比较高 有时回家自测又正常 其实 这就是所谓的 白袍高血压现象 因为看见医生 穿上白袍的紧张感 会让部分人血压上升 所以在诊间量出的血压 不一定代表你平时的真实血压 相反 地也有人诊所量正常 在家反而经常偏高 这种情况则称为隐蔽性高血压 无论是哪一种 都提醒我们 平日自己量血压的重要性 医生往往会参考门诊血压 和你自己在家量的数据 综合判断你的血压控制状况 如果两者差异很大 他也能据此判断 是否存在上述白袍效应 或隐性高血压 从而采取更恰当的治疗策略 若医师怀疑你有上述现象 还可能安排你接受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 让你穿戴仪器 在一天内定时量血压 以更全面掌握你的血压变化趋势 最后再提醒大家养成定期量血压的习惯 或许你觉得自己年轻力壮 没有高血压的烦恼 但高血压就是这样一点点累积而成的 而且常常不知不觉 国民健康署建议 18岁以上的成人 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 尤其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过重或久坐不动的人 经常抽烟喝酒的人 饮食偏闲的人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 停经后的女性 以及患有糖尿病 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人 都是高血压的高风险族群 更应该提高警觉 勤测血压 这些生活习惯或体质因素 都会大大提高高血压的发病率 可千万别心存侥幸 临床中常见许多人在中风或心脏病发作后 才第一次被诊断出高血压 只因为过去从不检查血压 不要等到悲剧发生才追悔莫及 越早开始监测血压 就能越早发现苗头 及时调整生活作息或治疗 避免小问题酿成大危机 现在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问题 量血压时该量左手还是右手 想必你已经知道正确答案 第一次测量时 两手都量 日后就固定用血压较高的那一手 同时 也别忘了遵循我们讨论的正确量测方法 量血压看似简单 却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 只有选对手臂 用对方法保持量好的测量习惯 你测出的血压数字 才是准确可靠的 才能真正作为健康管理的依据 别再让错误的量测方式蒙蔽双眼 让本来正常的血压看起来偏高 或把已经过高的血压误当正常 从今天开始 就按照正确的方法来量血压吧 相信我 这一点点的改变 可能就是守护你健康的重要关键